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明年年初会交代海洋公园重生方案 包括发展珍宝海鲜房 初步可能会以招标引入新营运者 施政报告提出约动港岛南计划 打算将南区打造成新的宵闲玩乐地区 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为海洋公园制定重生方案 包括将珍宝海鲜房捐赠给原方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明年年初会交代整个计划 但没有回应会否再申请拨款 在与海洋公园初商的时候 船捐给海洋公园的时候 都希望用一个招标的形式引入一些营运者 看能不能在新的形式里面 在不构成对海洋公园额外的财务负担里面去做 他说就海鲜房的安排 会与海洋公园商讨以配合南区发展 我相信一定不会只是将它维持原本 又是用来酒楼或者吃海鲜 它必然会利用它本身有的条件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 珍宝海鲜房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很独特的icon 一个品牌 很多大型的电影甚至都在那里拍摄过 另外本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延期 当局会和新加坡继续商讨 如果能够控制疫情 就会把握时间重启 无线电视记者梁家宝报道